作品 当你做作品的时候 那就是我自己的上帝 那我上帝干嘛 我要造人 造人什么 一笔下去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往往文学也好什么也好 往往写文章会用平淡一句话说 人生如一桶梦 就一场大梦而已 或一场小梦 选择我自己的梦 只是我本能的东西 就一定要把自己那东西喜欢的东西 表现出来 在这里边你很多东西 是受到净化的 我觉得让它能达到一首诗 或者近视一首诗 盼着眼泪会响的那个钟声 在遥远天边在敲 天空那么纯净 那么蓝 路灯晚间很荒暗 你跟你很喜欢的人 从天而降 就环抱着缓缓地降下来 我觉得那一瞬间很美好 想时候是在农村 然后我就觉得很大之人 早上太阳一蹦出来就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我的那个梦里边 是经常会有一个很大的月亮 我能抱住它 我的个性表达也正是 我要抓住有生命那部分 我梦着一只青蛙 一蹦它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驴 或变成了一个马 它就瞬间转换了 还是凭着异线勾 勾不对了也不要紧 那就是一只青蛙 是我心中的青蛙 梦境不游离 趴下来就变个什么 那这个小猫 晚间它跳进窗子 进来我一开门 那个爪的都是你 我说你这个夜猫 我在想你在哪过的夜 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一个线条成立 中国的这种水墨 不单单是我们今天抹了几个线条 那个晚晚完全都是在一个中国传统的人格的体现 我今天选用一种形式 木科的形式 我是选用了我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一种意象和异比 是非常个人化的 那我还是把自己就是关起门来在屋里走 阴科 阳科 这种十一的书写 我同样拿它做靶画来做我的国画 我的油画 我的彩末 让人读懂 读懂的目的就是 你读了之后想让你拥有一个梦 看看我们怎么样对自身的认识 你能清醒你在哪里 我就想找着一个出处往那里去归宿一下 一年三百六十天 那不止三百的梦了 我再打开再打开 我还是靠我本能 靠我的游戏 靠我的 就来表现它 便从我通过不同的营养 来感知社会 就是人存在那瞬间 我怎么认识 不管什么时期 那人总是孤独的 能做这么多作品 那我是孤独的 可我心得是开朗 这样去绘画 然后不同的时间给我治疗 就像猫仔野草一样 就给我心里疗伤 我长时间有一种就是说 要相信我自己 这就是你认知世界 然后你原谅了很多事情 反馈于我小时候 那个火光的太阳和一个月亮 就感觉那满天星 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自然 我还追求那个人性的那种 灵性的存在 我就是好好地做一个生命 好好地生存下去